年仅30岁前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 也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庞勋 去年底被中共恶警在狱中活活虐死 事件持续发酵 执行者向本台发送一封信件 室友曾与庞勋一起住过45天的同间室友所写的 内容写道得知庞勋过世 他感到万分悲痛 忍不住眼面痛哭 他写道庞勋曾绝食被送过医院抢救 说话举手投足都体现出高超情商 一看就知道接受过高等教育 信中也透露他的声线非常好听 应该是跟他的职业有关 回忆起在狱中 庞勋教会他很多东西非常善良 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超奇羁押且还没判刑 庞勋的母亲得知信件后痛哭不已 质疑当局为什么如此对待一个这样善良的孩子 而庞勋生前被关押的原因紧张贴了法轮功的真相传单 对此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呼吁全球关注 参与迫害法轮功者都要被究责到底 一个30岁的年轻人一个30岁的广播电台的工作者 只因为说了中共政权不喜欢的话 他可以被逮捕可以被殴打可以被淋虐 最后这条宝贵的生命就没有了 而中共政权执行这样的邪恶的事情 从筷子手到下命令到政权的本质 在国际社会不管是用马格尼茨基的人权究责法 或者相关的国际人权相关的法案 应该要究责到底 截至目前庞勋的家属仍然在焦急等待尸检报告 据明会网报导 与庞勋一同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 并被非法抓捕关押的正是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 处级干部王又平 从2020年7月底失踪至今已经两年半 杳无音信 新唐人眼泰电视王冠霖 刘兹颖 唐吉安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导